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很简单的食材就是鸡蛋 而鸡蛋要想去做到好像拉面店里面的流心温泉蛋 究竟有什么竅门呢 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流心温泉蛋的材料非常之简单 就是有我们的主角鸡蛋 那个汁就是用了可乐、花椒、八角、一大碗冰水 还有电话一部 电话是用来计时的 我们做这个温泉蛋呢 其实就有些部署的 首先 你一定要预备好所有材料在里面 例如热水和冰水 因为时间一过了就是过了 那网就不是你想要的流心度了 另外这个时候 我们做定用来老蛋面的汁 那汁其实有些什么呢 我就用了花椒和八角 刚才我们放在锅里面 然后我们放一点可乐 其实不可以整罐的 因为我们要把它煮到一个很稠的汁 那整罐你就会有时间煮的了 我想大约这样 其他的你可以用来喝的 直到这个滚水 因为你要等水彻底地滚了 才好放鸡蛋下去 那另外一个秘技就是用这个泡 那它就是一个 你要将它的蛋 小心地 放在这个罩上面 然后慢慢地降下去 通常呢 常常都做温泉蛋的时候 大家的壳 会不会落水之后 就把蛋白走出来 其实是放在那一刻 放在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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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用这个道具 就可以安全地放在那一刻 放在那一刻 这个水呢 其实现在是未够滚的 我们要滚到它 彻底地100度 大滚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开始计时了 那个时间 是5分 30秒 水已经去到大滚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小心地 把蛋放下去了 成也拜也 就是这一刻了 真的好小心 不要碎收尾 我经常都试过呢 就是最后放在那一只 那一只 就是裂了 好啊 幫我计时 5分30秒 当5分30秒 一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立刻 小心地 把蛋放进冰水里 将它 立刻降温 因为呢 那个蛋壳 或者蛋白的余温呢 是会慢慢 整熟蛋黄的 那就得不到我们 很想要的 流心的效果了 好 我们将这些可乐 它一直在 令到它 变成了 好像一个焦糖 那样 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其实 它有甜味 它有 花椒八角的香味 辣味 但是它没有咸味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加少少少 豉油 你看到那些可乐 已经干了 七七八八 就可以加豉油 下去了 因为其实呢 太早 加了豉油 和可乐 混在一起 才去煮它 那你烧不干的可乐 我就觉得没有了那股焦糖的味 所以呢 那些焦糖 令到那些可乐 焦糖化了少少少之后呢 我们才 再加 加豉油 其实一加豉油 它已经很稠 而且立即干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放在这里 等它一会儿 大家一起倒数 好吗 十 九 八 七 六 一 那现在呢 即刻把它浸到冰水里面 我们就要极速把它冷却了 那另一边箱呢 这个焦糖汁呢 已经煮好了 接着我们剝好蛋壳之后 由于我们的技术和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剝蛋壳的功力是比较坏的 所以有些蛋是剝坏了 但不要紧要的 那我们呢 煮热这个汁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蛋放下去了 那我们将它在里面熬了 那我们将它在里面熬了 那千万不要在里面熬了太久 那因为将它熬了之后呢 令到它上了色呢 我们就可以放起它 因为这个锅也是热的 那一个热的锅呢 是会煮熟一些蛋的 那我们上了色呢 我们就要将它 放到另外一个盆子那里 就是让它醃到它有色 其实我想不用放很久 因为这个汁已经很浓了 我想真的放它 五至十分钟 其实都是放回冷它 那就可以了 接着这个温泉的 魏鲁水蛋 就完成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拉面里面 亦都可以 作为零食那样吃的 我的品味 那么怎么能呢 可以声捏